6.撒网是挖掘关键词 选好了一名,主机空间,网站程序后,我们就可以先把一个空白的网站搭建出来了 这里,强调一个主义事项,这时候的网站是不完善的,如果让Google抓取到,会让Google对我们的网站第一印象很差 初始权重给的低,后期就需要更多的努力弥补回来 因此,这时的网站应该屏蔽搜索引擎的抓取,屏蔽抓取需要配置网站的robot.txt文件 有了空白的网站,接下来就是完善网站了吗? 不是的,在具体完善网站内容前,我们需要先确定网站后期SEO要竞争的关键词 尤其是核心关键词,然后在完善网站内容时,考虑到这些关键词的布置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需要自身就有一并的SEO基础才行 很多情况是,客户不太懂SEO,那就只能先完善网站,然后让Google SEO公司或者服务商进行后期优化调整 所以,合格的SEO服务里一定会包含关键词布局这个项目 另外,做SEO,你肯定得提供关键词的 最起码要做的核心关键词是什么得说清楚 方便SEO服务商参考以及制定具体的优化策略 你也无需有心理压力,担心提供错了关键词 靠谱的SEO服务商,比如我们PCH,会去分析,筛选,拓展关键词 如果发现你给的词不好,会给你更好的建议 在具体选择关键词之前,我们得先挖掘关键词 当有足够的关键词可供选择时,才能在此基础上挑选出最合适的 关键词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得确实有用户使用这个词搜索才算是关键词 以下几种挖掘关键词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充实自己的关键词列表 技巧时,利用Google Keyword Planner挖掘相关关键词 Google Keyword Planner,即Google关键词规划师 是专门为Google广告推广活动设计的一款关键词工具 这款工具可以免费使用,用于挖掘相关关键词 想要使用这款工具,你得先开通一个Google Apps账号 然后在主界面的工具与设置中找到它 然后,利用其提供的发现新关键词功能,挖掘相关关键词 利用Google关键词规划师,你可以获得安多的新关键词提示 你可以把得到的这些关键词统计到一个文档里,方便最终的参考 技巧11,利用Summer刷掘同行网站关键词 Summer是一款比较实用的付费ICO工具 利用这款工具,我们可以探查同行网站的关键词排名情况 使用步骤如下,首先,输入你的同行网站网址 然后,点击打开后台的Organic Research功能界面 此时,你即可查看到同行网站获取排名的关键词都有哪些? 技巧12,利用Google搜索自动填充获取相关关键词 Google搜索引擎自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关键词获取来源 当你在Google里搜索某个关键词的时候 搜索框下方会自动填充显示相关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都是Google觉得和你的搜索词较为相关的词 选取任意一个获得的填充关键词 重复以上操作,又可以获得另一组相关关键词 技巧13,利用ARIFS关键词拓展工具获取相关关键词 ARIFS和SAMMERS一样,也是一款比较知名的付费SEO工具 它有自己的关键词词库 通过其关键词拓展工具Keywords Explorer 我们可以查询到想要的相关关键词 ARIFS的关键词工具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每个关键词都有详细的相关数据 包括搜索量,竞争难度值不绝对等等 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比较的一目了然,方便对比 7,深度挖掘常委关键词 通过之前的撒网式挖掘,相信你已经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关键词 但这还不够,到此你可能仍然遗漏了很多有价值的常委关键词 什么是常委关键词? 通常意义上,常委关键词就是由三个以上词汇组成的词组 相比大词和新词,常委词的搜索量较低,竞争难度低 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取排名机会 常委词由于都是比较精准的关键词 其带来的转化率也会比大词要高很多 虽然说,单个常委词的搜索量比较少 但,常委词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Google搜索中大部分搜索流量都是来源于常委词 所以,常委词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关键词 他们代表的搜索意图更加具体 换句话说,搜索常委词的人 往往比搜索普通大词的人具备更强的购买意愿 例如,拿一个关键词来说,水泥 直接搜索水泥的人可能只是想知道它是什么 或者它有什么用 这意味着他们此时并没有购买意图 但是,如果有人搜索常委词如批发水泥 那么,这类人的购买意图无疑要比前者强得多 这个例子就能够说明 为什么常委词带来的流量转化率普遍都比较高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获取常委关键词 技巧14,应用Google搜索提示获取常委词 Google搜索提示和之前说过的Google搜索自动填充 差不多一个意思 只不过Google给出的关键词提示位置不一样 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 在Google给出的搜索结果页面最下方 就可以看到Google另外给出的关键词提示 这些给出的关键词提示 往往都是常委词的类型 选取其中一个词,重复搜索操作 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提示词 问题类的常委关键词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类词 这类词的搜索用户 搜索意图十分明显 十有八九都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 很容易成为意向客户 而且,问题类的常委词一般比普通常委词还要长一些 相对来说,竞争难度又会进一步降低 什么是问题类常委词? 打个比方,你想去买一个东西 但不知道哪里有 你可能会去搜索 where to buy xx 产品 这个类型的搜索词就是问题类常委词 同样,问题类常委词还可以是 why, which, how, what, when 等提问词开头的词组 问题类常委词的做法也比较简单 一般都是针对这个问题写一篇详细的原创文章来做 不需要太多的其他辅助 网站在内容更新方面 我们也建议客户尽量去发布些解答客户相关问题的文章 不仅有机会获得此类常委词的搜索排名 对于网站自身的基础权重也有较好的提升作用 技巧十五,利用Answered Public获取问题类常委词 Answered Public是一款专门挖掘问题类关键词的工具 输入核心关键词即可获得相关的问题常委词 比如,我们输入关键词back,然后点击search,可以获得如下结果 技巧十六,利用Google问题框获取常委词 当你搜索一个关键词时,在搜索结果里,往往可以看到一个其他用户还问了以下问题的方框 这是Google自身提供的相关问题检索结果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值得采集的问题类常委词 点击最后一个问题 下面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检索结果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每个问题都是有答案的 这些答案来自不同的网站内容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问题发布高质量的文章 也能够获得被Google录取答案的机会 很大可能给网站带来不错的流量 技巧十七,利用Google自动填充获取问题类常委词 这里,我们又要利用到Google自身的关键词提示功能 在搜索框中输入Why,Which,How,What 其中一个开头,加上,再加上主词 在使用Google搜索自动提示功能 挖掘出大关键词 有些一看就是不怎么复合需求的 同样先搜集下来 到最后再进行挑剪 这种类型的搜索词 同样可以应用到关键词工具中查询问题类常委词 后面就不再单独提出 技巧十八,如何在Google搜索框中快速拓展关键词 前面有几条技巧都是利用Google搜索自身挖掘关键词的 当你使用这些技巧的时候 你会发现,Google搜索给的关键词提示最多只有十条 而,一个关键词的相关关键词往往是远远超出这个数的 那么,怎么能够尽量挖掘出一个关键词的所有相关词呢?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主要利用英文26个字母 无论英文单词有多少,都是由26个字母开头的 那么,我们在Google搜索框中使用 关键词加字母的方法就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相关关键词 技巧19,利用行业论坛收集常委词 行业论坛是比较理想的 最能了解用户关键词使用习惯的地方之一 想想看,你还能在哪里找到成百上千的人? 请问和回答关于你网站主题的相关问题 如果有人在论坛上提问 那就代表有人会在Google搜索同一个问题 若要使用论坛进行关键字研究 得先找到目标用户所在的论坛 你可能已经知道其中的一些了 如果没有,则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搜索查找到它们 关键词加forum,关键词加board,关键词加discussions 比如,我们搜索一下健身领域的相关论坛或者贴吧 点击一个论坛进去 可以查看到用户帖子的主题 这些主题往往就是用户关心的行业或者领域内的焦点问题 是贴近用户的关键词 同时,你也可以点击其中的帖子进行详细查看 往往会有所收获 一小二十 应用sual从多平台挖掘关键词 使用sual这款关键词工具 我们可以从多个平台上获取相关的关键词 包括Google, Amazon, Wikipedia, Ask, Com, YouTube等 比如,我输入Coffee这个关键词进去 就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关键词提示 以上这些关键词提示是来自Google的 如果想要查看其他平台上给出的关键词提示 可以点击搜索框下方的小图标进行切换 技巧二十一,应用Google站长工具收集常委词 查看Google站长工具的效果报告 我们可以发现网站已经获得的关键词排名 在这些关键词里 如果有些常委词排名比较低 这些词可能就是你平时不在意的关键词 把这类关键词收集起来 说不定也是比较有价值的 技巧二十二,利用Google站收集常委词 Google站是查询关键词热度的工具 比如,我们在里面输入Football进行查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情况 下拉结果页面 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一个相关查询栏目 里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往往都是常委词 技巧二十三,利用Quora问答平台收集常委词 Quora是一个在国外十分受欢迎的问答网站 类似于国内的知乎 要使用Quora,你需要先创建一个账户 登录后,在顶部的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 然后,Quora会把热度最高的一些相关问题罗列出来 有些问题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问题类常委词 而,有些需要你自行归纳总结得出 比如下面这个问题 整个问题很长 但我们可以提取其中的一些关键词 如Bake with Altex 在使用谷歌关键词规划时查看其搜索量情况 会发现确实挺有价值 同时,还可以依据这个词 探索更多相关词 继续